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双鱼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身心灵疗法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可能会特别想要接近这种无形当中影响你的东西 比如说芳香疗法啦 闻一个有香味的东西就会让你心情很愉悦舒服 或者是听音乐 接近艺术 一或是到这个山里走一走 吸一吸分多金等等这一些 或到庙里去散个步 或者是看看我的运势书也不错哦 有时候感受一下这种自然的力量或未知的力量的牵引 其实对你会很有安定的感觉 大家不妨试一试 那在感情方面呢 其实两个人可以聊一聊自己过去的创伤 然后对方可以更了解你一点 你也会感受到彼此的心更靠近一点 这也是这一周很能够运用的 所以请你们假期的时候就多说心理话吧 我们来看一下对个别星座的影响到底如何呢 以事业上来说 金牛 巨蟹 天平 双鱼都是不错的哟 金牛星座已经好几次上榜了 在工作方面呢 最近有海外的机会 或者是最近有出国运呢 所以你是不是被派出差呢 或者是你的确工作上有一个跳跃性的可能 以前这样的机会很少 但最近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多了 不妨试试 虽然还未必成定局 但是有起到关键作用哦 另一个呢是巨蟹座了 巨蟹星座的朋友在这一周有点忙碌哦 会让你分身乏数的一个状况出现 工作上也有很重要的进度 可是家里好像也有事情 所以你要好好分配时间 然后就真的不能够再放松放纵了 你每一分每一秒都要谨慎使用 另一个是天平座 天平星座的朋友最近会忽然有一些点子出现 这些点子呢 说真的是有划时代的意义哦 不妨拿出来聊一聊 我觉得大家周遭应该都会拍手叫好 另一个呢就是双鱼座了 双鱼星座的朋友在工作上呢 你一定要极力争取 因为最近有敌人出现了 他很可能也在跟你抢同一个案子 所以你要表现积极才能够控制住局势 我们来看感情方面 那是白羊双子 狮子水瓶座有感应哦 白羊星座的朋友在感情方面呢 最近就是他见你的家人 你见他的家人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也意味着你们的关系越来越近 那如果是单身的人呢 最近有很多好朋友帮你介绍 不妨认识认识哦 其实无妨的 因为彼此之间相处起来还蛮愉快的 另一个呢是双子座了 双子星座的朋友感情上有一见钟情的可能性 或者是遇到非常喜欢你的人 那当然这个就是很愉快的一个过程咯 你说什么他都笑哦 这真的是也会令人自我感觉还蛮良好的 另一个呢是狮子座了 狮子星座的朋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对方是不是有什么状况 你没发现呢 也许他最近有这个善意的谎言 或者是有你不知道的行动 有时候你找一下 说不定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另外一个呢是水瓶座了 水瓶星座的朋友要注意的是表错情会错意哦 比如说你对他是朋友间的情感 但对方觉得你很体贴 觉得你很关心他 他就误以为你很喜欢他 像这样的差错有可能发生 我们来看金钱方面那是处女跟射手了 处女星座的朋友最近在理财方面哦 哎有一个很不错的可能性哦 比如说某个投资赚到钱了 或者是你突然间对那个sense打开哦 哎某一个基金去瞧一瞧 就可以你发现一些端倪哦 看是要加码还是要赶快撤退 在这一周理财会成为关键 另一个呢是射手座了 射手星座的朋友最近有理财方面的贵人哦 他很可能会介绍你很好的机会 或者是指点你怎么投资怎么理财 请你要听哦 我们来看健康方面那是天蝎跟摩羯了 天蝎星座的朋友最近可能生理时钟是比较混乱的 你是不是有日夜颠倒啦 或者是太过任性常常熬夜 然后体力有出状况呢 要特别当心哦 另一个呢则是摩羯座了 摩羯星座的朋友最近有这个急冲冲 所以导致的一些状况 比如说跌倒啦 或者是把事情搞砸啦 或者是刀火烫伤撞到等等 所以保持你的从容 然后不要让自己急冲冲会比较好一些